HELLO 大家好,今天是Day 2 我終於變回正常的樣子了 超開心的,我們會去哪裡呢? 看到嗎? 你有沒有看到嗎? 我們就是要去環球片場玩了 我們進來Universal Studio 今天有超多人 我們剛剛去過程度看,要排四小時 是四小時了 我們買了PASS PASS 雖然超貴,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否則今天全日可以玩第二個遊戲,我就收起了 第一個遊戲是去玩Spider-Man 你看到這裡這麼多人,其實今天來說算小事了 我們玩完Spider-Man了 這個遊戲是在Harry Potter出現之前,我最喜歡玩的 其實我現在也覺得它很好玩 而且它不算是排得最長的隊伍 但是Harry Potter是更加好玩的 我買到了,我買到了這個花環了 超漂亮的 我的白眼男朋友呢? 對呀 是不是不想來我? 超可愛的,你回答我現在是不是超可愛? 我買到了,是不是很可愛呀? 在這裡買的 好可愛 好可愛呀 在這個園區裡面是很歡樂的 所有的裝飾都是很可愛的 很多Minion 很多關於電影主題的東西 你一踏入這個園區,就好像真的踏入電影裡面一樣 是這樣的 而Minion園區裡面也有很多攤位遊戲 是氣氛超好的 走到最裡面就會是他們的機動遊戲 超好玩,超可愛 一點都不會很刺激 小朋友都很喜歡玩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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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逛逛逛逛 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看到Elmo在這裡跳印度的Bollywood 會不會是很搞笑的 逛逛逛逛 我們就用了Fast Pass去玩大白鯊這個遊戲 好,我們玩完大白鯊了 原來我是沒玩過大白鯊的 我是第一次玩 然後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如果不用怎麼排隊就可以過來玩一下 但如果要排一個多兩小時就算了 我們現在吃了 終於很餓 然後我們就點了一個套 有薄餅 有薯條 還有東西要喝 才1100日圓 即是70元左右 我覺得在一個樂園來說算是很划算的 超細心的 他有送為Tabasco 吃薄餅一定要下的東西 不過說真的 就真的不要有任何期待 對於樂園這裡吃的東西 大家一看到這些柱 就知道 這裡就是入Harry Potter的園區 那麼呢 我們的Fast Pass就是2點4開始入 所以現在就終於到時間了 我們要入去Harry Potter了 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Harry Potter的Ride 還要戴眼鏡 但這次他變了4D 應該不用戴 現在好興奮啊 經過了這道門之後 就會在Harry Potter的活米村 裡面就好像一個翻版的電影場景 很多道具 很多情景都是非常逼真 就算沒看過Harry Potter 也會覺得這裡很漂亮 很細緻的 我們進來活米村了 Harry Potter的粉絲一定不會默分啊 一看到這個城堡 就知道我們去玩禁忌之旅了 我們玩完了 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我覺得來到USJ是必玩 多少錢等多久都要玩 雖然我們不用等 但是我覺得如果排一個小時 我也很願意去排 但應該不止一個小時 不可能一個小時 三個小時 應該差不多 但我覺得裡面 就是那些情節很逼真 然後做到刺激 但又不會太過刺激 是沒有什麼離心力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害怕離心力 衝得很厲害的那些 這個絕對不是 它是一個極度好的情節營聯 質內流 機動遊戲來的 我好像吃了十萬的螺絲 然後我們在Harry Potter那裡 也看了一些表演 是一些體操表演的人 那些女生很漂亮啊 下雨啊 我們剛剛一邊下雨 一邊玩過山車 超濕的 然後現在和朋友失散了 然後要去找他們 因為我去了拍這個 有倒影的情報 每一個Universal Studio 都一定會有珠萊紀公園 這個園區 而裡面也很多時候 會有滑浪飛船 因為很怕濕身 我是永遠都不敢玩 但是很喜歡去看的 一路下雨 到晚上都沒有停 我朋友堅持 要濕著身地玩過山車 我就沒有陪他瘋了 那我就和我男朋友到處走走走 其實日本的十年優威力 真的很強勁 今天全部的機動遊戲 都要排四小時 幸好我們買了Fast Pass 我們走了之後 已經是晚上九點 超肚餓 所以我們四個 就去了吃牛角的荒體 就完成了我們第二天的旅程 希望你們喜歡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加逢星期六的下午3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